兔子 不在家 你回来了 真难得 啊 还好 今天休息 你今天也没出去啊 嗯 齐哥放我一天假 啊 他舍得给你放假 我这段时间业绩好吗 这就是业绩好的证明 蓝天哥 我说你啊你啊你 上次才好了没几天 你又开始什么价高节什么 你 你不要命了 你说话 不说话算什么 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了 我这是关心你好不好 可是 我已经不想活了呀 兔 兔子 活着总比死了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真的不想活了蓝天哥 我知道我快死了 我有预感我 够了 够了 不准乱讲 什么你要死了要活的 绝对不会死 绝对不会 蓝天哥 谢谢你 你看 这些衣服是买给你的 去试试 蓝天哥 你真好 知道我好 就别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来吓唬我 嗯 别胡思乱想了 我改天再回来看你 嗯 喂 妈 我寄了五千块钱回去 还给你买了几样护肤品 给弟妹买了些参考书 你记得拒绝 那就这样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还要去工作呢 君儿 你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 家里冷 我怕冷 我知道 你受不了冷 长冻住 但是 跟你商量个事 亲不 你说 你弟弟他们也都快毕业了 过年前 我想让他们到你那儿去 你能不能领着他到处逛逛 看看 这个 那 那妹子呢 她留在家里帮我的忙 还说有多复习 就带你弟去看看 找找经验 成本 啊 嗯 好啊 没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 啊 长经验 我长了经验开始卖肉 她长的经验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烦 真烦 真他妈烦 蓝天 我正找你呢 你给我站住 蓝天 不准跑 你小子 叫你别跑 你还跑 陈警官 我没听见 你没听见 没听见你跑那么快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保证 你保证了不下十次了 走吧 跟我回局里一趟 别啊 陈警官 陈哥 陈大爷 我犯了什么事了 我什么都没做啊 放屁 你当老子瞎了眼是不是 跟我走 别别别别 我求您了 我上个月才出来 您饶了我这次吧 要是平时也就是几天的生意活 再不然交个两百块钱罚款 今天可不行 不说那边黑金包月的一万多块 难道我弟弟过来时 叫他去警察局看我 你以为这次这么容易 我告诉你 吴东过叫我们抓了 你之前有从他那买毒品 拿出去卖是不是 我没有 还说没有 说 有没有 有没有 别 我说 我说就是了 哼 快说 我 我就是卖多两包 给爷来乡的兄弟 你知不知道贩毒是什么罪 警官 我没有贩毒 我 我就是代卖 你有没有抬价 抬了十块 那你就是贩毒 我不是 我怎么敢 我根本没 他妈的你少给我来这套 你知道贩毒判多少年吗 你这种情况 至少判三年 多则五年 要是牵扯到团伙作案 七年八年都是有可能的 啊 这么久 不至于吧 监狱里面 很多强壮的男人 你他妈 就等着给人上吧 陈警官 我不想进监狱 这不行啊 那我给你调出路 你干不干 靠 陈大变态 你根本就是故意在为难我 您说 我做 哟 难得你也有这么爽快的时候 也不见你上床的时候这么爽快 您就说吧 听说 您现在跟中涛那帮人混得挺熟啊 还 还好 还好 哼 你不是把中涛迷得七荤八素的 连包月都包了吗 怎么样 他比我好 他哪比得上陈警官啊 妈的 你这头猪 刺链脑比芙蓉琪家还有得拼 你看你那水桶腰啤酒肚秃顶服肿的脸 你还想跟黑金比 呸 再投胎十次吧 我现在要你去给我搞中涛那边的情报 做我的县人 啊 什么 做县人 这不是无间道吧 陈警官 我只是被他包下 没有办法搞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你既然能跟他睡觉 就能趁着他不防被偷到有用的东西 你究竟干不干 黑金 我不想出卖你 可我不能进监狱 进去了 可能就出不来了 你究竟干不干 对不起了 黑金 我 我干 真乖 心里有点疼 真疼 可我终究还是活着 活着就要为自己打算 活着就要自私自利 活着就要阴险下作 活着就要四季白赖的活下去 干什么发呆啊 啊 那个 我 我没 在外面看到比我帅的男人了 我 不是不是 没有 嗯 蓝天 怎么了 看你魂不守舍的 是不是兔子又怎么了 啊 啊 是啊 他又接了乱七八糟的客人 还有呢 还 还有 没有了 真的 真的 不要骗我 其实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妈 谁都有妈 我妈今天打电话说 叫弟弟过年前来城里长长见识 你知道 乡下人眼界一直都不怎么开阔 嗯 好事情啊 是好事 啊 你他妈少给我动手动脚的 我的蓝天又回来了 刚才那个不说脏话 说话不跟土豆子一样的家伙是谁 啊 你究竟还要不要听 听听 你说什么我都喜欢听 不过你叫我用力的声音最好听 去 我弟弟不知道我卖肉的 我又不能跟他讲 这怎么办 这个可有点难吧 而且我总不可能让他住我市桥路那边的房子 兔子还在里面 他经常带人回去 我弟弟还不给吓死 这我倒不担心 有其兄不有其弟嘛 你 不如让你弟弟住我的小别墅吧 不行 我跟家里说我在外企上班 我哪有那么多钱买别墅 这样啊 你这样吧 就说以前自己住在职工宿舍 这段时间宿舍人满园了 根本没地方住 你跟我有关系不错 就先来帮我看房子 顺便可以给他住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老板 我才突然想起来 哦 这就好办了 就说是老板特别关照了嘛 怎么了 我说了你可不准骂我 你说 真的 真的 我说你是外国人 而且名字叫 叫 嗯 迈克尔黑金 真是个烂名字 你的衣服 要全部充满 你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这些衣服 花了多少时间 才收集起来的吗 我不管你多少时间 收集起来了 你看着这像一个 正经男人穿的衣服吗 你看这个 这两边露出头 是怎么回事 衬衣呗 在办公室上班 你穿个漏乳装 你是想被一赢啊 还有这条裤子 屁股那儿有个洞 客人方便用 这也不行 另外这个 这什么 S7的皮衣 别一副你很节哑的样子 行不行 你又不是没见过 真是 装什么纯洁啊 喂 我花了五百多块买的呀 等你弟弟走了 我就给你买 性爱五件套 真的 你真的要给我买 嗯 所以你先忍忍吧 这些也扔了 啊 这些不行 喂 这些内裤绝版的呀 这都是里面的衣服 我弟又看不到 这才严重 你一定会以为 你是个变态 那我穿什么呀 再去买 你拿钱 嗯 买名牌 阿玛尼 你除了阿玛尼 还知道什么 佐丹奴 蠢财 是我弟弟要来 怎么你比我还上心呢 毕竟是你的亲人来 这件事很重要 对啊 是我亲戚 不是你亲戚 蓝天啊 啊 算了 哇 完了 怎么了 我他妈就叫你 昨天晚上别坐 现在倒好 我弟车已经到了 你急什么急 我怎么能不急 四年没见了 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 妈的 他要是叫坏人拐了 老子就把你淹了 哎呦 你现在倒是有 黑道大哥的风范了 你给我去死 上车 我送你过去 有老板不在办公室待着 跟个跑外销的下属 一起去接下属的亲戚吗 我比较关爱下属啊 你现在给我出去公干 才回来 正好我听见 你要去接你弟弟 就顺路了 客君 快点 慢了 老板我就要炒你游鱼了 他叫了我的真名 那一瞬间 我有一丝恍惚 以为我真的还叫客君 真的是那家外贸公司的员工 真的刚刚跟老板 出去公干回来 如果一切都没发生 我不叫蓝天 还叫客君 大概多好 黑金屋开 怎么样 有这样的公司吗 你以为是淘债公司呀 我叫他们来霸个好位置 我还叫他们做了横幅 横幅 够了 你叫他们都滚蛋了 整你可真好玩 你这叫心理变态 成天拿我开心 拿我当玩意儿一样逗 很好玩啊 逗你是很好玩啊 不过我可没当你是玩意儿 今儿这是怎么了 说话都听起来不对头 你弟长什么样啊 啊 我弟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十六岁走的时候他才十四岁 小孩子都冲得很快的 我怎么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 那他叫什么 柯卫明 什么 柯卫明 哎呦 聋了聋了 哥 是你吗 乖乖 好像你啊 根本就是大号的 真的很像我 超级像 连眼角的校文位置都一样 十四岁我走的那年 他还没有妹子高 拖着鼻涕虫 跟着我跑了三四里地 一直不停地哭 不要我走 现在也变成大人了 哥 你哭了 我哪哭了 我给你介绍 这是哥公司的总经理 叫迈克尔黑金 您 您好 我是柯卫明 嗯 您好 果然是兄弟 长得很像 今天跟你哥哥出来 见你哥哥一脸着急的样子 才知道原来是他弟弟要来了 那就这样了 我现在住总经理家 时间都不早了 先回去再说吧 嗯 好 哥 碗洗完了 叫你休息你不听 刚下火车 头还晕着吧 还好 哥 妈叫我带些东西给你 这是妈给你缝的裤子 这是妈给你包的土 还有 这是自家产的鸡蛋 你拿这个给我干什么呀 我都不自己做饭 自己家的鸡蛋好吃 家里情况都还好吧 哥你经常寄钱回来 生活都很好 就是妈的腰腿痛 闹得很 一到天音就下不了地 他在电话里都没说 他说 你平时都难得打电话回家 有些事情 还是不要你操心比较好 我为了不让他操心 瞒着他 他为了不让我操心 竟然也瞒着我 哥 你 行了 东西你别给我看了 我都收着 你早点睡吧 哥 干嘛 你 你这几年 在外面过得好吗 好啊 怎么不好 可是 你看你 多心了吧 哥 好了好了 去睡觉 蓝天儿 我很有钱 当我的人吧 喂 难道你脑壳患了 还跟那些傻子们一样 幻想找到一个爱到天崩地裂 还是山盟的那种对象 才愿意脱离苦海了 你胡说什么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种东西 我这次来 实话说吧 妈说 他想通了 跟男人就跟男人 只要是可靠的 能给哥幸福的 男人又怎么样 我这次来 就是要看看你的 蓝天 钟涛那么信任你 什么都不瞒你 你竟然还敢往外 透露帮派的消息 你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很担心他 你担心他的话 等他出来之后 就跟他好好过日子 毕竟 他愿意为你承担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